Hello大家好,这里是貂蝉聊电影 今天给大家讲一对双胞胎姐妹的故事 皮皮的荷莉和优雅的Annie都参加了同一个夏令营 荷莉一直和父亲住在美国的葡萄园 Annie则是和母亲一直在英国定居 奇怪的是,两个完全没有交集的人长得居然一模一样 但是他们的性格却截然不同 在一次对视后,他们更是互相看不顺眼 展开了一连串的比拼和恶作剧 把整个夏令营都弄得鸡犬不宁 连老师都遭殃了 气愤的老师把两人关到木屋,面壁思过 被迫在同一屋檐下的两人开始和平交流了起来 他们发现其实对方也没有那么讨厌 因为他们都喜欢蘸着花生酱吃奥利奥 更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两人的生日也在同一天 而且父母都离婚了 亨莉的手上只有一张母亲的照片 Annie的手上也只有一张父亲的照片 于是他们一起拿了出来 发现两张照片居然拼在了一起 原来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姐妹 当年父母在轮船上相识相爱 却在不久后离婚了 所以两人各自跟着父亲母亲生活 从来都不知道自己还有姐妹 两个小心灵鬼知道真相后 经过一番商议 决定调换身份去见父母 到时候再换回来 这样他们就可以让父母重新见面 说不定还能让他们破镜重圆 于是他们开始相互了解对方的生活 以防会露出破绽 在夏令营结束前 他们还剪了一个同样的发型 在同一位置打了耳洞 很快夏令营结束了 他们互相道别后按计划进行 来到英国的何丽第一次见到了母亲 不禁流下了眼泪 去到了美国的安妮见到父亲后 滔滔不绝地说了很多话 可父亲却告诉她 自己要和一个拜金女结婚了 这让安妮一下慌了起来 她用强硬的态度表示了反对 可父亲并没有打算就此放弃 拜金女更是恶狠狠地警告安妮 不要捣乱 无其可食的安妮赶紧打电话给何丽 告诉了她这个情况 两人决定尽快让父亲母亲见面 于是合理向母亲坦白了 自己不是安妮 还让母亲尽快和她一起去美国 把两人换回来 到了美国后 两个小精灵鬼才告诉了父亲真相 还撮合了两人回到轮船 重温当时恋爱的感觉 可父母并没有复合的心思 只是配合女儿们演戏 更何况 现在还有个拜金女在父亲的身边 不过这可难不倒两个小精灵鬼 他们又想了个法子 带着父母去露营 虽然期间拜金女也跟着来了 但两个小精灵鬼趁着她熟睡 把她推到了湖里 在水面上醒来的拜金女非常气愤 她质问父亲 两个女儿和我 你选谁 父亲当然毫不犹豫地选了他们 拜金女嫁给富翁的愿望落空了 父母也终于在两人的撮合下 认识到了一家人在一起的重要 选择了复婚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影片虽然十分的轻松欢乐 却也说出了血缘亲情的重要 其实父母完整的爱 才是对孩子们成长最好的陪伴 好了 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看都看了 确定不关注我吗 下期再见